俄乌战争方面来看到 俄罗斯军队持续用飞弹 攻击乌克兰重要的港口 奥德萨 一座将近三百年历史的大教堂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而在另一方面 莫斯科上空出现了两架无人机 俄罗斯宣称 以无线电波干扰之后 坠毁在一栋商业大楼的屋顶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从附近居民 以手机拍摄的画面 可以听到嘈杂的螺旋桨引擎声 外电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说 两架无人机飞到莫斯科上空 意图不明 随后由军方电子战部队 以无线电波干扰后失控 最终坠毁在南区的里哈契夫大道上 一间商业大楼的屋顶 造成最上层几个办公室的窗户破损 由于不是住宅区 又非上班时间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除了地面有警方暂时封锁附近道路 俄罗斯外交部等单位 二十四号天亮后发表声明 谴责乌克兰企图以无人机发动恐怖攻击 但乌克兰并没有对俄方说法做出反应 而是与欧美国家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 抨击俄军以飞弹攻击 奥德萨市区 除了造成民宅损毁以及一人死亡 当地号称全球前十大之一 也是乌克兰最大的东正教堂 主险圣容主教座堂严重损毁 俄罗斯认为日前克里米亚大桥再度受到攻击 是乌克兰由海上所发动 而策划攻击制造船只来发射武器的地点 就是奥德萨 当地民众指出 奥德萨没有任何军事设施 不应该遭到飞弹攻击 不过这个位于乌克兰西南部 边临黑海的港都 是乌克兰重要的海军基地 而无双方说法的真假都有待验证 公司新闻学家人编译